天天来最强死神就这样下线了 留下弹破不堪的狮魂剑 谁会接替总队长之职呢 面对下一次有哈巴赫的进攻 他们会做哪些准备呢 有哈巴赫带着无形帝国士兵们 离开了狮魂剑 而给狮魂剑留下的却是满目疮痍 不停有伤员陆陆续续欲望四番队 永因心中一直有个疑惑 如果四番队在战斗时 来回穿梭在精灵厅中 那么就可以救回更多的伤者 当永因问出这个问题时 卯之花队长认为他非常肤浅 永因顿时醒悟 比起自己卯之花队长 应该更加的想要去救助大家才对 卯之花告诉永因 不必哭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能出动四番队 这是总队长对我们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 与此同时 一击鼓这边也得到了店长的灵打讯号 他们在失魂界平安无事 这下一击鼓心里的大石块终于可以放一放了 可是一旁的一脚被锁在病床上 听命呼喊 因为他接受不了队长被干掉的事实 正时 花太郎看着一击鼓没人为他治疗 主动提出自己来给他包扎伤口 不用麻烦了 反正都紧急处理过了 你去照顾其他更严重的人吧 可是花太郎嚷嚷着必须得给他治疗 因为一击鼓受的是重伤 此刻瓶子上前告诉一击鼓 路奇亚和链瓷的手速已经结束 由于他的受伤太严重 没办法使用灵压治疗 需要紧急处理的部位 透过手术施以灵子缝合 总之暂时是脱离险境了 目前情况很稳定 突然 一击鼓身后传来路奇亚的呼叫 路奇亚 你说话没关系吗 刚才不是说现在情况稳定了吗 难道你没再听我 笨蛋 你这家伙 这张嘴倒是很健康哦 一击鼓 你真的来保护师魂界了 谢谢你 这还用说 不过这次我什么也没做啊 瓶子在一旁说道 你傻了 你不是把敌人的老大给干跑了吗 如果你没出现的话 这里会更惨业 你应该要更有自信一点才对 笨蛋 这是门外的死神 让一击鼓去找那简历 好像是关于斩破刀的事 等一击鼓离开后 瓶子感叹 这人连自己的伤都没好不治疗 更在意别人的事 一击鼓他 为什么会那么痛苦的表情啊 瓶子队长 那小子自己也很挣扎吧 斩破刀被打断 最后也没救到任何人 应该是累了吧 没什么好担心的 真的 就只是这样吗 我觉得 他似乎隐瞒了 某些更重要的事情 在一番队队社中 身体没大碍的死神奇迹在此 因为没有找到总队长的遗体 大家感到畅悔难过 若是门外死神前来报告 白灾和剑发的心灵已经保住 但可能无法再执行队长支持 甚至无法醒来 听到这个消息 随风顿时发飙 队下 现在不想听那种报告 搞不清楚吗 总队长大人他过世了 你还想我接受什么 全息劝随风冷静 这样做太过丢脸 可随风脾气可越来越大 丢脸 你们是怨恨总队长大人 才可以如此冷静吧 此刻 狗哥也安待不住了 砸碎你住嘴 你以为小猴叫的只有你吗 敬了双手拍掌 让大家冷静一点 不要吵了 如果照刚才那样下去 大火铁定排排站 接受山一的拳头制裁 在义务前面相互叫骂 又哭又气 丢人现眼的浑身发抖 可不是为了激点施者 或者为遭破坏的 狮魂界落泪而存在 而是为了保护狮魂界存在的 向前进吧 我们是互听十三番队啊